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口 价钱不贵 营养丰富 烧 炒 凉拌都能成菜 是我们百姓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之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博华老师 彭老师您好 华老师平时您喜欢做这个莴笋吗 喜欢做 因为莴笋这种菜呢 怎么吃都行 你可以切成丝 炒着吃 拌着吃 凉拌 清凉爽烤 尤其是夏天 对 但是这个莴笋好像削起皮来挺复杂的 对 你像我们拿的这个莴笋 一般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拿刀子这样去削 但这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 浪费的我觉得 现在有这样的刀子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削 但是这个削皮削得薄 削不了 削不下去 你看里边这些筋都没有削下去 你还要去削 但是如果你要削厚了呢 浪费 对 这个浪费是很大的 一般吃也吃不了几根 这么削下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遇到大量的去削莴笋皮 对于人工来讲 确实是很费劲 比如酒店做这道菜 需要快点削莴笋皮的时候 这就麻烦了 对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这个削莴笋皮有关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削莴笋皮的机器呢 我们一起来协读 当人马子华 发明项目 多功能 窝损 去皮肌 马子华 今年53岁 安徽富洋人 20年前 他是村里为数不多 考上大学的高材生 毕业后 他分配到了当地一家 国营轴承厂 当上了厂里的领导 按说这样的日子 挺安稳的 抱着铁饭碗 按部就班的生活下去 但老马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 选择了下海经商 然而这么些年来 老马的生意并不顺利 家里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让他心里不好受的是老伴 跟他结婚20年了 福没想多少 累倒是受了不守 老伴是个贤惠的人 从来没埋怨过他 每次见丈夫 情绪低落 就做他爱吃的窝笋炒肉 默默地端上桌 很多年以前 我第一次给他做饭的时候 就做了窝笋炒肉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喜欢吃这道菜 窝笋好吃 但皮不好削 尤其老一点的窝笋 就更难削 根上硬 尖上软 削身了 浪费窝笋肉 消遣了吧 纤维留下的太多 口感不好 咬不动 好多次 老马看到妻子削窝笋皮 不小心削到手 这让老马很内疚 这么多年 他从未为妻子做过什么 他想 他要是能为妻子 做一个能削窝笋皮的机器 就好了 老马在当地 开了一家小型的零部件加工厂 这一些技术含量并不高的 小零部件加工的散活 他和工人们说 自己想弄个削皮的东西 送给妻子 大伙一听 觉得老马有心 大家都帮着他出想法 一个仿生手的想法 给了老马灵感 老马决定 先做出来试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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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您 玫瑰姓 这是你做的那个削窝笋的机器吗 对 可以代替人手 削窝笋 我看这个机器 怎么里面有很多管呢 那个机器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削窝笋的时候 不要这个手一直在削嘛 是吧 我这个机器呢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 长的气缸 那就代替我们这个手 一直在削的这个过程 这前面是一把刀 就是我们的削刀 你看它这样 就这样 来回运动 就可以把窝笋 皮给削掉了 这边是一个 那个这块气棒 气棒的话讲 它产生气 来推动这个气棒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的 等一下我们拿几根窝笋 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 你觉得这个机器能削好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不觉得弄 它比较弄 我看弄你 原理还可以吧 那试一下吧 看见儿子做这个机器怎么样 也行 也行 那咱们去买一些窝笋 来试一试 好 老马拿来窝笋 准备试验一番 他真能代替人的手 削窝笋吗 效果又会怎样 好 咱们现在呢 准备了一些窝笋 然后我们来削一下 看怎么样 我看这个机器削起来 非常非常的容易 老马轻松的踩着脚踏板 刀片在齐压缸的驱动下 有规律的做着往返运动 老马用手轻轻的旋转窝笋 窝笋皮就被削干净了 看着这个有趣的家伙 记者忍不住 也想试试 我看这个机器削起来 非常的容易 我也来削一下试试 也可以啊 好 那行 感觉这手离刀很近 这是最后的位置 这是最后的位置 第一刀下去 记者有些小紧张 但越往后 记者使用的就越顺手 削起窝笋 节奏有序 这机器还真有点意思 还不错 好了 这是我削的窝笋 可能第一次使用这个机器 还不是太熟 有一些 削的不干净 有一点点削的不干净 这个窝笋呢 它本身有一条弯 在这说你肯定是你第一次 操作起来 有点不太适应 是吧 老马的削皮机还不错 得到了老伴的任劳 高兴的老马赶紧去小区 给大家削窝笋皮 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选择了一块空地 刚把机器把弄好 小区里看热闹的人 就涌了上来 新鲜东西 大家都好奇 这个铁架子能干嘛 还带了大半个人高的气缸 看起来挺奇怪的 您觉得那个窝笋皮好削吗 不好削 不好削 非常厚 硬 一般您平时是怎么削的 用那个削皮刀 您平时如果去菜市场买窝笋的话 是整条买回来还是让人 整条 整条买回来 那这个削皮的工作就是自己削 自己削 大概要多长时间削 削这个我觉得是两三分钟就削 就这位大姐你第一眼看到这个机器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像个甩屁 但是像个写盘捏是个不像啊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只能在其他看一样 行 那个我看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你这台机器啊 我这台机器 老妈 老妈那个大汉的 这位是 这是我的老同事 老陈 我们同事 应该开心 你看老妈呀 这次把他的这个机器拉过来了 是老妈搞了什么机器 这是小瓦笋的 瓦笋小匹 我现在都用了机器刷吗 平时都是人工刷的 但你要知道啊 就瓦笋人削起来的时候是特别累的 你这个能刷好 我这个是能修好的 那你手上给人看看没 看一下呀 那要不这样 现在呢我们让咱们老妈给大家 削一下这个瓦笋 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对于老妈的机器到底怎样削皮 大家各有猜测 借着大家的好奇心 老马提议 让大伙把家中不好削的瓦笋拿过来 让他代劳 开动了机器 他削得很得意 大伙头一次看到这种削皮方法 很新奇 也在一旁乐呵起来 不错不错 老马就成功 滑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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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薄和厚怎么控制 薄和厚 我可以通过脚来踩一下 要是弯的怎么办呢 要是弯的怎么办呢 弯的就不太好笑了 我看我老婆削皮太累人了 对 太辛苦了 那你教教大家看 这个是怎么削的 好不好 看大家能不能容不容易上手 可以啊 老陈你来试一试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我赶紧一下 好 教老陈记球哪里记球呢 你手转着这样 然后就是说 交台的时候 他会往前动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了 小朋友这一样 你的操作还不是太熟练了 不是太熟练了 我感觉到 你这机器发明的不好 你发明的好好的熟练了吗 你这个要发明到 谁拿过来就会用呢 可以 我去拿到手了 我看那个机器 不会打 他最后不会打 这也太麻烦 太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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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来走 那边还得重新再小一遍 那个那时候用刀铺 还没有人 老马 我看到就是 大家看你这个机器的时候 都觉得 销的还是比 有的 大部分都认为 销的比人还是要慢一点 嗯 我觉得我能 我说现在主要是 他们操作不忽练 忽练的快点就快了 对 这样啊 这里面就你 对这台机器呢 操作最熟练 现在呢 我看这几位大姐 还拿了这个 这个削皮刀 这个我们要和机器比赛一下 看谁比较快 嗯 你觉得就是 咱们人工的话 比这个机器要快是吗 对 那个大姐 你觉得这台机器 在咱们家里面方便吗 不方便 不方便 他以为太老了 要是累呢 就好学习 对 既然是削皮机 肯定是老的论的 都要削嘛 那不可能 削是削吧 那咱们这样啊 我给各位大姐啊 每一位准备 五根窩筍 给咱们这个发动员呢 也准备五根窩筍 看谁最先 最好的把它下好 行不行啊 那就邀请你做我们的裁判 好的 我觉得 老妈也是斗不过人工 别说了别说了 跟你开始吧 分别好了吗 分别好了 分别好了 分别好了没有 分别好了 开始 怎么样啊 人工那个机器还是好些 这不管你这一学就好断 容易断 对 你看看 看来你一开始比赛就没信心了 鸡飞大姐削皮的速度有快有慢 方法也各不相同 机器却按照老马踩踏板的速度 有条不稳的削着皮 动作看起来很有节奏 就是感觉慢了点 很快 大姐们削好了自家的窝损 机器还没有完成它的任务量 好了 走完了 很少很少 这我就太累了 看自家面我就肯定不会要这样 这我机器 机器最大的问题在哪 一个是它这个外观方面 比较大 另外一个是它动力方面 应该用电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解决这个宣传的问题 反正同个这次比赛看来 它这个还不如人工 人工那次赢了 它机器损还是不行 方老师 我们刚才看到老马的这个机器 不仅削不均匀窝损皮 而且速度上还赶不上人工队 这怎么办呢 我想它这个第一步设计 还是模仿着人削窝损皮这样去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它使用这个机器的时候 这个窝损还得人去拿 对 还得拿着 这个是它的刀片 可以二变式的 这个刀片我们要是人去削 就这样就可以了 它这个是装在一台机器上 上面有一个大的气缸 这个气缸要从远处一直拉回来 拉到最底 我们看非常笨重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改善和提升的空间 我们想它这个一次削这样一条 这个效率肯定是提不高的 如果说我们感觉一下可以使刀的形状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一次不是削这样一条 而是削几条 削几条 这点刀片就不应该是一个直片的 比如说它是有几片的 这个再削起来 就肯定要比人工一次削一条要快得多 为了生活和家庭老马放下手上的发明一心投身在工厂 可就在一次上网时 雨泽新闻引起了老马的关注 大量的窩笋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头 他想要是能把窩笋做成各种副食品 那样的话采购量大 菜浓也就不愁卖不出去了 但任何加工程副食品的窩笋都得先去皮 人工削皮难度大 效率低 根本没法自己一根一根去削 老马很快想到了自己给老伴发明的窩笋削皮机 要是他能再进一步改进 拿去给菜浓用 也是不错的 老马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你改进的机器吗 对这是我改进的新的窩笋削皮机 嗯 你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跟以前壳大不一样了 以前你看到的那个啊 我就是那样的一个刀山那种效率特别低 效率一点低确实啊 效率一点低 这次效率高 特别高了就 嗯 有多高呢 有多高 这次呢我只要把窩笋 我这里面一放 一下子就过去了 第二代机器的外形与结构完全不同于第一代窩笋削皮机 他安装了传送带和多刀片的环形弹簧刀头 窩笋通过传送带直接进入环形刀头 一下就能将窩笋周围的皮削干净 哎 你来看啊 哎呦 这个这么快 哎呦 一秒钟都不到啊 哎呦 看咱们这个窩笋削得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另外说你看 从内到尾啊 是吧 很快 削得很单硬啊 摸起的也比较光滑 对对 应该可以做 好 行 来把它再削一下看看 第二代机器在宿主上提升很多 削好的窩笋眨眼的工作 就从机器里出来了 老马对这次的机器很满意 他讲 既然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的机器 就应该拿到市场上去 先给菜探的攀主教窩笋批试一试 只有人家说好用才算是成功 随后老马和记者把新机器拉到了市场 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机器安置好后记者借机采访起卖菜的摊主 想问一下你平时有没有削过窩笋皮 也削过 他们顾客需要的话给他们说 哦 您觉得削这个窩笋好削吗 不太好削 不太好削 咱们这边这个窩笋呢 你平时卖的时候 顾客有没有要求削窩笋皮 经常削 经常削 那你大概一分钟能削几根 削个三四根 你觉得机器能削好吗 机器可能质量上也没有任务 好吧 等下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嘞好嘞 老马的机器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 这次老陈也来了 他和几个好奇的群众 仔细探讨着机器的结构 这个大机器是怎么削皮的 速度又如何 第一次看到这台机器 觉得它能把那窩笋交好吗 嗯 有点不下眼 嗯 我发现那个脚蒜了 我下边的人说 那个鸡肉吞到水去的 你是不是 哦 质量好不好 不知道 它肉包有厚 大概四个东西 细 好 现在各位削皮冷手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比赛之前我要测一下大家削皮的速度 看谁最快啊 现在 好 开始啊 记者完全不是几位大姐的对手 大姐们削起皮来 前属有道 没几下功夫 就把窩笋削完了 记者 自愧不如 哎 老马 今天我看大家对你这个机器 真是十分的关注 把窩笋全部拿过来了 你这边呢是有五十根窩笋 咱们人工这边呢是五个人 然后呢 每个人十根 总共也是五十根窩笋 呃 这次比赛的话 你觉得速度和质量能不能胜过它吗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能胜过它吗 有没有信心胜过它 有 你呢 有信心 这位大姐 我也有信心 好 支持老马的这个机器的人有多少 举一下手 这个老马 这个老马肯定赢 为什么呢 因为机器肯定要胜过人 支持人工队 为什么呢 因为机器有时候也会出毛病啊 那不一定 对吧 好 那老陈 咱们这个两方都准备好了 这次呢 老马是特地邀请你来做这个裁判 你觉得老马这次的胜算大不大 老马这一次机器改动了不少 我觉得老马是有剩下的 好 3 2 1 开始 比试开始了 老马牵小试几根 速度相当快 攀主人工在这边 也许是经常给顾客消窩损 速度那也叫一个快 双方消气窝损来 都是一点不含糊 小鱼 小鱼怎么样 可以吧 我看你速度很快啊 1 2 3 4 5 第六根了 是吗 哎呦 看你速度是其他队员的两倍 这边怎么样 还快一半 这边呢 太牢了 走 小不动 就在大伙看得起劲时 老马这边的机器队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原来是机器卡皮了 老马清理了下 启动机器继续比赛 好嘞好嘞 赶紧啊 怎么样 我小的一看蛮好的吗 好 特别快 看 一分钟就停止了 对 一秒不到 我肯定能有 机器削皮速度飞快 一眨眼的功夫 削皮的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现场的群众被这神速惊呆了 真快啊 此时此刻 老马的脸上 也充满着喜悦和自信 人工队这边看着机器运转的速度 心里着急的很 看样子 想赢过机器队是不可能的了 削了一会儿 摊主们的手就酸了 速度明显降了下来 可就在人工队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 意外情况发生了 机器又一次停了 机器的改进能否一举夺夺冠 即将开始 当机器对抗人工 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外发明正在播出 秒包窝笋 老马关掉机器 看见一些窝笋皮缠到了刀片上 刀子动不了 这才制使机器总是停机 见机器罢工 摊主们成事追击 机会来了 他们飞快的舞动着手里的刀 既然是比赛嘛 大家都有想赢的心理 老马那边捣固了一块机器 但始终不能正常运转 记者便叫停了比赛 这次 潘主们用笨的手削办法 战胜了老马的机器 行啦行啦 就先削完了 可以了 咱们人工队可以了 那个机器那边削不了了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 那我们到那边看一下 有了 有了小的 谁都没削掉 我都不敢 咱们看一下这个 你这我去怎么没有刷镜啊 马师傅 没有刷镜啊 这就掐皮了 掐皮了 你猜是我们削的话 还是你削的话 你看我一开始这个削的 也就蛮好的 啊 老马一开始削的还可以 还可以 还比较姿势 因为机器 行能不稳定 削的到最后就行了 这人工 在人工拿来我看看 哦 这人工说的质量明显好 嗯 你在病前还处毛病 这次应来是人工没什么 哦 这机器还是不问题 老师我们刚才关注到 这个机器削皮的过程当中 总会出现卡皮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改建以后的刀具啊 嗯 嗯 我这样一掰 你可以看到 嗯 这个活动的 嗯 这个前面的就是刀片 嗯 嗯 它这个刀片呢 分两层 一层是三个 所以它用了六个刀片 嗯 去把这个窝笋给它包围住 嗯 但是它是靠什么 使得这个刀片压在窝笋上呢 嗯 利用的是这儿的这个弹簧 嗯 所以弹簧就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 我拿了一个弹簧嗯 这个弹簧如果是 削这个窝笋粗的部分 嗯 这个弹簧会压得很紧 嗯 这样这个刀片 对这个窝笋的力就大 嗯 它就容易多削一些 嗯 但是如果 削它细的部分的时候 这个弹簧现在比较长 嗯 它对窝笋的压力就小 嗯 所以它就细的部分又不容易削掉 嗯 粗的部分又容易削多了 嗯 那如何进行改进呢 彭老师 那我们想可以在 使用弹簧的基础上 再使用其他的一些截眼装置 嗯 使得这个刀具呢 能够随着笋的这个形状 嗯 很好的 复合在上面 并且在 这个不管是笋粗还是笋细的部分 施加的力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这样消的效果就会很棒 刀马带着机器回了家 人生大半辈子了 连个像样的活也没干成 他内心这一刻充满着挫败感 老母亲给了儿子新的鼓励 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了老马新的动力 老马在心里说 我就不信改不好这个机器 他放下了工厂里的活全身心投入到研究机器上 家里的钱只出不进 侄儿看着坚持执着的舅舅 他也帮起了忙 他买来了大批窝笋给舅舅做实验 在老马的坚持与努力下 他的第三代机器出来了 老马 你好 你好 机器有没有新的改进 我们有改进了不少了 有改进了 我看你怎么这么多窩损 对啊 我这门都是不要改进这个机器 实验的 实验用的污水 这个机器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哦 是 我原来的机器呢 是这样的刀头 装的是用弹簧的 这个 对 是这个用弹簧的 它这个呢 这个刀片呢 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呢 它不容易往回收 它这个往中间顶的力量有 就往中间顶的力量 嗯 这样的话讲呢 我削过一根以后 上面就有皮子卡到上面去 这种情况呢 这个刀收不回去了 刀收不回去了 刀收不回去了 那个上面就有皮子 就没法在下面的 我看你这个新的是怎么弄的 我新的是这样的 这是气缸的 气缸的 对 你看哈 它里面有气的啊 如果我只要一踏 下面的交叉胆 那么气缸就能自动的充干 我看一下 你再动一下 你看 那些刀子 它就会自动的动了 哦 哦 所以咱们这个削过以后 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刀片收回来 留一个空间 让这个皮和这个削好的窝损都 进入这边是吗 对的 对的 咱们现在这个弹簧去掉了以后 它这个对窝损的这个力量 有没有什么影响 呃 这个我是通过这个 这个削压法 来调整这个气缸的压力大小 哦 这个 对 那样的话 我可以把那个皮子呢 可以给它削到稍微深一点 厚一点 嗯 对 行 那我看到咱们上次啊 就是削的过程中 老师就先打的现象啊 对 嗯 咱们这次我看你 这边这么多窝子 咱们先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的 好 开机吧 诶 这个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哦 我这个是垂上面 看 它是把那个残留在上面的 液片和那个纤维丝给它吹掉 嗯 哦 顺利下面一个顺利的再修下去 哦 其它一个清理的作用 诶 清理的作用 哦 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 哎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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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个气缸你踩一脚的话 踩一下打开了 打开了 然后我 哦 看来这个改进还是挺大的 对 非常的巧妙 对 咱们上次啊 是一开始也没有问题 但是过锅了以后呢 慢慢的就出现那个卡车的 我剩下了 嗯 好 现在我给你准备10根窝笋 我们连续做10根 开一下效果好不好 好的 好 好 那拿10根窝笋好不好 好的 好 你看啊 这次啊 有这个长的短的 粗的细的都有啊 嗯 12345678910 11根 也没问题啊 好的 那咱们开始试一下 可以 哎呦 哎呦 这个 挺快啊 而且我看也还不错 削的 哎呦 好了 咱们11根全部削完了 对 我们看一下 还可以 也没有出现卡皮的现象 对吧 对对 上面稍微有点卡皮 我也很好处理 试验了一番 这次 机器连续削皮很顺利 没有出现卡皮的现象 老马想 这一次应该行了 他决定把机器 拉到离家附近的午中去试试 这所学校有三千多师生 食堂每次给学生做窝笋炒菜时 要十多位厨师同时削皮 实在费劲儿 老马的机器刚到广场 热心的学生们都聚过来 帮着老马抬下机器 以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 没有 没有 第一感觉怎么样 有点小复杂 有点小复杂 你觉得咱们要和它比的话 要多少个人才能比 我感觉我们十个人差不多了 但是咱这个是机器啊 我感觉这个还是不够多实用 感觉这个太笨重了 太笨重了 大煤就要放了 反正我感觉我们十个人 搞定它应该是小开始 看着你很有信心啊 绝对有信心的 你消一个窝笋要多长时间 一分钟不要 一分钟肯定用不了一分钟 用不了一分钟 哦 你几分钟消一根 大概一分钟不要吧 一分钟不要 你能超过它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正常PK 我看厨师那边都准备好了 非常的有信心 咱们这边可是一个人一台机器 这次你看有这么多学生 还有老师 观看这个比赛 压力大不大 有点压力 但我认为我还是能赢的 面对强大的人工队 老马心中确有些许的担忧 他不知道今天的机器表现效果会怎样 还会不会像上次一样临时出现故障 为了验证这台新机器 看样子 这场比赛还是很有必要 厨师们准备好窝损 比赛即将开始 好咱们今天呢是来到浮阳市第五中学来进行这个消窝损的人机对抗 我们对战双方呢 一是咱们的老马 另外呢 另外是咱们非常有实力的这个人工队 咱们的厨师队伍 来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挑选了一位裁判 咱们的这个校长 您贵姓 免贵姓洛 洛校长 嗯 就是咱们你看 咱们前面有一堆这个窝损 已经分 还没有分好啊 那咱们就分别 将这个窝损一分为二 好不好 好 好两队都准备好了 那个裁判现在咱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 开始 好 5 4 3 2 1 开始 好 比赛开始了 先看厨师这边一个个儿不愧为萧皮能手 为了打败机器 他们都顾不上说话了 再看老马的机器 削好的窝损出来了 学生们好奇 原本站在人工队的学生也跑到了老马那边 老马获得了不少人气 这一次的机器没有再出现卡皮 速度也快 以至于给窝损削头的侄儿和工人 都有些手忙脚乱 竟出现了供不上机器削的情况 好 那个洛校长 我看两个人都继续的无所无所 好 我们先去看一下机器在那边 好 我看咱们的机器 好快 觉得怎么样 师傅好快 刚刚大概多长时间把它削出来的 大概是 也就是一秒钟吧 一秒钟 觉得削的怎么样 咱们看一下这个质量 来 削的质量非常好 我觉得比人工的质量好 比人工的质量好 我看削的也特别快 而且那个字幕也不错 咱们也过去看一下 好 好 来 咱们这边怎么样 削的怎么样 已经马上已经快削完了 已经快削完了 对 我看咱们这边速度也很快 对 这边看削的怎么样 差不多一分钟也是两分钟左右 好 在盘上看削的质量 我看一下削的 哇 削的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但是好像没有机器匀 是吗 机器好像比较 比较匀 它那好像有的耗有的薄 但机器好像这一块比较匀一些 我觉得 比赛到一半 两队有了明显的差距 人工队十人同时开工 最快的十几秒就消耗了一根 最慢也不过三十秒 记者估算了一下 人工队一分钟至少削去了二十根窝笋 而老马的机器这边 虽然削皮的速度飞快 但削窝笋头的速度却跟不上来 侄二和工人不仅要把窝笋头去掉 而且还要削成锥形 以便送入机器 如此以来耽误了大量的时间 加上连续工作下 每削完一根窝笋 老马要用气枪清除刀口的笋皮 削皮的速度就明显慢下来了 都快结束了吗 结束了 这边还有几根 还有最后一根是吗 对已经结束了 好 咱们这个人工队 以绝对的这个速度优势 最后提前削完了这个窝笋 咱们这个知识队的 知识人工队的老师 还有学生在哪里 在这里 咱们支持机器队的这个同学在哪里 好咱们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现在咱们这个洛校长左手拿的是这个机器销的窝笋 右边这个呢是咱们人工队的这个战果 进行一下点评 好的 大家能够看到啊 这个呢是我们机器销的 因为机器的原因呢 所以在这个窝笋过去的一刹那时间呢 我感觉到他这个由于机器的原因 他这个头子呢 他就是说不能够削的非常干净 那么就是说比较浅 所以那个纹呢 他削不掉 对吧能够看到 另外一个呢 在尾部的时候呢 又削的比较深了 所以呢就是破就是损失比较大一些 大家能够看到是吧 还有一个比较呢 那个大家看到了 我们人工队呢 削的比较干净 那机器呢削的呢 不是太干净 皮有的削不掉 是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人工队削的比较湿润 水分能够锁住 那么机器呢 由于它的消耗吧 可能把我们的这个窝笋的水分呀 都给它吸收去了 所以呢 就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人工队要就是要方位的战胜了我们的机器队 好 看看咱们这个人工队这边获胜了 好耶 老师这一次削皮我们看到不仅仅速度慢了下来 而且削的这个质量又不好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里头呢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机器虽然说能削皮 但是削不了笋头 削笋头还得人工去做 这样就耽误了时间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这个机器在削的过程当中 控制这个刀具 对这个笋的压力是靠人去控制的 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笋前进的速度受到影响 因为太快了 人没法去控制它 还有一个呢 这削出了的皮 如果卡在刀具上 它还得用高压水枪去冲洗它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这个削的速度上不去 另外我们看它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笋 它是靠两个皮带压着它向前传动的 这个的压力呢 它没有做很好的调节 像这个刀头去压这个笋 现在是靠人工去调节的 如果说我们能够进行自动的调节 这也能够使得这个消损的过程更加自动化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士 如何来继续改进这个机器的 比赛结束了 老师和学生们都渐渐散去 只有老马和侄儿待在他们的机器旁边 真是爬过一座山 越过一道岭 眼前又来一座山 想干成件事真不容易 不关咋样把机器拉回家吧 第三代机的失败给了老马沉重的打击 此时的家庭也负债累累 在双重压力下 老马并没选择放弃 他知道他的机器离成功只差一小步了 他一定要扛过去 老马的执着认真感染了一同下海的轴承厂老同事们 他们觉得今天的老马最让他们尊敬 他们要一起帮助老马 渡过难关 夜幕降临 朋友散去 老马又回到他空旷的厂房 他的身影显得格外瘦小 但他却并不孤单 他找出机器失败的原因 重新研究 这次他采用气缸加弹簧同时控制刀口的结构 使刀片削皮匀称 减少浪费 增加了弹簧的数量 长度 降低了拉力 不易给窩损造成伤害 采用微电子技术 使机器刀口自动张合 启动高压器枪 完成刀口的清洁 之前人工削头太慢 他重新装置了一个外挂削窩损头的装置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 通过一步步的努力改进 全新第四代机器 终于制作出来了 你好 你好 改了很长时间了 怎么样了 这次 这次真的应该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对 我看这个机器比之前大了不少 多了很多部分 你听我讲 你来看 这一次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先从这边说起吧 你看这次我们的副送带 跟原来的大不易了 角度做了很多的改变 中间的空间更大了 中间的空间更大了起 老马这次 对第四代机从里到外都做了非常大的改变 那么他削窩损皮的效率 会怎样呢 老马 现在我们准备了十根窩损 对 这十根窩损呢 这个头处理起来几乎没有花多长时间 对对对 应该如果再比赛的话就不会耽误咱们时间了 另外你这个 这个去皮的这个装置啊 也现在实现了这个自动化 自动化的 对 所以呢 基本这个比赛时间的话 还是由这个削窩损的这个过程来决定的 对对对 行 现在我看十根窩损 要多长时间把它削完行不行 可以啊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开始了 好 我也开始啊 好 开始了 好 第一根 速度太快了 看 看了咱们这个处理 对啊 你看 8秒 看着这一次消耗的窩损光顺滑料 非常新鲜 记者频频点头称赞 这时 老陈走了过来 他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 发明的机器不能只削窩损 最好是能削山药 黄瓜 要是这些都能削好 机器 才算完 你像山药就比较软一点 是不是可以说 软一点山药也没问题 是这样 你是我没有 呃 是这样我们的机器从原理上来讲 山药 呃 和那个黄瓜 我们是应该能削的 哦 也是那种棍状的 对 棍状的 只不过呢 我们还没有试过 呃 要不 我们 我有信心 可以试一下 既然老马有信心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 看看机器到底是否能削好山药和黄瓜 出乎老陈的意料 没想到老马的机器这次能将黄瓜和山药也消得光滑圆润 老陈身为老友的成果感到高兴 在赞叹了一番老友的发明之后 老陈提出了一个想法 好机器要能经得起检验 这一次老马想去一家涡笋加工厂跟工人们进行一场公平公开的比赛 老马选择的这家副食品加工厂主要以涡笋为原料 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也都有好几年的消损经验 并且老马这次要挑战新的高度 他要用一台机器对阵二十个人 咱们这边涡笋都是由咱们这些大姐的消是吗 对 我们只要靠真工这一块来消 消得快吗 速度应该说我们认为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 有一些工人是比较收量 比较快一点 这位大姐在消窩笋呢 削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 我看你削这个削的挺慢的呀 这个给不好削 不好削啊 这个为什么砍掉啊 这个不挺好的吗 没削 削不到这个 就直接把这一截都砍掉了 为了做一个对比 我也削一下 我看咱们谁削得更快一点行不行 行 行 大家觉得我能不能削过胡大姐啊 啊 不能 那我们比一比试一下好不好 好 啊 来 哦 行 我想了 你干嘛 哈哈 来咱们这个机械 这个食品厂做一个比试啊 来大家都过来看一下这个机械 各位 来大伙都过来看一下都过来看一下 在比赛前工人们看着老马演示了一遍自己的削皮肌 等老马演示完毕后工人们都非常吃惊 简然 他们被机器销损的速度 给吓到了 continued 这几位大姐 你们刚刚看到这个小祸子的过程觉得怎么样 对了还是比不过人工队 我感觉还是比不过人工队 感觉还是比不过 对 你们不就是人多一点吗 我们比比四看见了 你觉得咱们人工队的优势在哪里 快 说得干净 我们都干了好几年了 哦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老马 你这台机器一分钟能大概能削多少根 我这台机器一分钟大概削六十多根 六十多根 那么这边有多少个人 二十二个人 二十二个人 咱们人最快的时候一分钟能削多少根 两根 两根 三根的都有 哦 两根 三根的都有 那咱们可能这个速度 但是他们削的时候会累啊 会累啊 他们慢慢的就削不快了 哦 我的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再削啊 是吧 我们选择了加工厂的负责人 做这一次比赛的裁判 同时也在工人中选择了一位削皮能手 作为人工队队长 人工队二十二人 老马的机器队三人 由一人削窩笋头 老马亲自喂料 妻子在一旁协助 为了加大比赛难度 大家为双方各准备两百斤的窩笋 这些窩笋的大小长短老嫩都不一致 到底谁能又快又好的消耗窩笋呢 好 准备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三二一 开始 走 那个咱们给人工队分这个窩笋吧 比赛开始了 整个现场非常热闹 老马要证明自己的发明 大姐们也要守住削皮能手的光荣称号 拼尽全力 削得不分上下 前来观战的群众看得起劲 忍不住给两队加油 老马加油 老马加油 人工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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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咱们这边 这个都贴掉了 这个都贴掉了 哪里有削的 削不动 太硬了 削不动是吗 这就浪费掉了 看咱们这个人工队是要加油 就要加油 人工队加油 而就在观众继续给老马加油的时候 疲倦的大姐们似乎有点坐不住了 眼看窝笋飞快的被机器削好 大姐们看得竟然忘记了自己的比赛 一个个显得有些惊讶 而机器继续保持高速削损的劲头 没等多久老马这边200斤窝笋就销好了 还有最后两根是吧 对 好 结束了 老马现在走完了 好裁判 咱们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两队的战果就摆在咱们面前 我们现在首先看一下谁的质量更好 行不行 好的好的 好 首先来讲的这个数量上 我先讲一下 这个数量很快 机器队完成的很快 明显从数量上就看不出来了 然后从质量上面 来咱们都过来看一下 都可以看一下 这是咱们人工队的 这是机器队的 对 这个机器队这一块呢 特别的均匀 而且没有什么断的现象 长的你看像这长的 还有粗一点的 都可以把它把它削得很好 而你看这个人工队的这边 就是从这个表面来看 像这样的 很明显的 因为有很多这个 纤维 纤维没有去掉 这个还需要再加工 就是浪费时间 另外呢 你看削的很 就是肉啊 削掉的很多 像这里 我们可以食用的地方 就是还可以做成食品的地方 反而削掉了 不可以食用的地方呢 反而没削掉 从这个成品率上来看 你看 这边的成品 明显低的多 应该说机器啊 机器队完胜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天老马的机器 以绝对的优势 战胜了 涡损加工厂的 削皮能手 他赢得了认可和尊敬 这是他 最开心的 马子画发明的 多功能 涡损削皮机 经过四次大的改进 从第一代 放生手的削皮方式 过渡到 环形组合刀片的 削皮方式 达到了一次性 削皮的效果 从纯弹簧刀片结构 到纯气缸结构 到最后的气缸弹簧 混合刀片结构 使削皮的质量 得到提升 另外 微电子控制技术的加入 大大节省了人工 提高了效率 值得鼓励 涡损削皮机 这个专利的主要创新技术 就是发明人啊 通过一个 镜像的调整机构 能够实现刀片 对不同外境 涡损的削皮需求 比如说 同一个 窝损 它一头大 一头小 通过这样一个 自视印的一个调整 可以使刀片 始终与这个窝损的外皮接触 完成它的削皮工艺 但是这个不足之处呢 主要体现在 虽然发明人 把这个 反馈机构呢 由这一个 弹簧机构 转变成了这个 气动的机构 但是由于 它没有一个 不是一个闭环 是一个开式的一个 开环的一个系统 难以保证 这个刀片切入 这个表皮的深度 均一 如果说 后续的设计 增加一个 机械式的 一个反馈结构 力反馈结构 就可以 使这个 削皮做得更好 那么发明人 马祖化发明的 给窝损 削皮的这个机器 最终也是达到了 给窝损 削皮的目的 同时它的效率 和自动化的程度呢 也在不断地得到提升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呢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彭老师光临演播室 今天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收看其他的精彩节目 让我们再次同样时间 再见 能否更胜一筹 敬请收看外发明 巧分珠宗 传统手工分离珠宗 根烧不齐 长短不一 发明人巧思妙想 研发机器来帮忙 一台笨重的分尺机 面对小小的珠宗 能否实现 根烧与长短的分离 分离效果又会是怎么样 当新发明的机器 遇上老传统工艺 能否更胜一筹 敬请收看外发明 巧分珠宗